依然 真的很忘記 這裏面上面都是口水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孩子們的遊樂場 那你今天在看什麼書 世界恐龍地點 那旁邊怎麼有個印度阿山 啊~~ 印度阿山 那這本是恐龍的書嗎 那我們可以一起看嗎 這本書你唸給我聽嗎 蛤~~我沒有豬鷹耶 沒有豬鷹喔 那你看到了什麼 火萬龍 恐龍很多個耶 哇~~ 很多種類捏 火山 他就說 很久很久以前 有很多恐龍生存在地球上 其中有的比大象要大的恐龍 有比鳥類還要小的恐龍 放眼望去 到處都是恐龍 這樣的時代持續了 一億五千萬年耶 超久的 哇~~ 然後再來你看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 小書在抽菸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小書在抽菸 天空掉下的隕石 老大龍 然後恐龍就 就要趕快逃命 他們經歷的那個隕石大災難 一直到現在後來 就變成了現代 恐龍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這個是挖土機吧 那個不是恐龍啊 哈哈哈哈 原來是恐龍牌挖土機啊 那這個是什麼 是四顆貢丸嗎 地球 不是貢丸喔 哈哈哈哈 原來是四顆地球 那地球怎麼長的跟皮蛋一樣呢 哈哈哈哈 地球本來就是皮蛋啊 我以為地球本來就是皮蛋 他上面有介紹很多就是 不同的板塊哦 那我們如果看下一頁他有什麼 他經過了幾個世紀 有百二紀 哇 其實恐龍 這裡就是恐龍的地圖 耶 地圖耶 對 那我們台灣在哪裡啊 台灣 很小 台灣在哪裡 台灣 在這裡 小鳥這裡 哈哈哈哈 不是 台灣在這裡 我這麼小 對啊 有沒有很像一個鼻子 哈哈哈哈 台灣就在地圖上是很小很小一點 有看到嗎 這個點點喔 對啊 這一點點啊 大家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個點點就是台灣 所以世界有沒有很大 哇 我找找看吉隆 吉隆 嗯 你喜歡吉隆哦 對啊 吉隆後背有一個彎彎的 嗯 這是弱頭龍吧 哈哈 吉隆他背後一個彎彎的 然後他晚上如果躺著睡覺 不就搖來搖去搖來搖去這樣 那他媽媽說睡覺不要一直動啊 呵呵呵 他這樣子睡啊 那他要怎麼翻身 翻身 因為背後有那個 他就翻不過來了 他就翻不過來了 哇 世界恐龍地圖 這個是親子天下買的書哦 哇 小朋友很喜歡看這個 還可以增長姿勢 哇 好多種龍哦 他就是說 哪一種龍分布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找到 非常的詳細 我沒有找到吉隆 是哦 那你看下一項 哇 哇 在英國有這種龍啊 英國 有這個叫情龍耶 這叫情龍 那這個呢 這叫 中爪龍 中爪龍 哇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那個什麼 壁虎哦 哈哈哈哈 我原來不是壁虎哦 因為他是土比較小 你看這裡哦 很多不同種的龍呢 那為什麼 那裡沒有幾龍呢 還有這個 這個最大的 這個 哇 侏羅紀公園啊 把那個暴龍吃掉 就是他 他是魚龍 下魚 下魚 耶耶耶耶 哇 吉隆 哇 哇 這一隻是吉隆 真的是吉隆 你怎麼知道 我記得 因為他後面有緣點的 對啊 就是他媽媽說 睡覺不可以亂動啊 哈哈 哇 吉隆 真的 哇 你最愛吉隆 耶耶 上面都是口水啊 來來來來來來 哇 這個書如果有注音的話 就更好 那這個呢 這個 這個是香港腳 不是 這個 這個是萬龍 這是場景巨龍 場景巨龍 場景巨龍 我們學校有聽眾 真的哦 你們學校好可怕哦 你們學校有養恐龍哦 哈哈哈哈 以前我們學校只有養小狗小貓耶 沒有養恐龍耶 哈哈哈哈 下非洲的龍 這是什麼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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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擊魚 它是一種古代的魚 沙漠龍 都是 它在非洲 非洲 以前全部的 對 以前全部 難道吉隆也是非洲的囉 對啊 它是非洲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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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 北美跟墨西哥 墨西哥 這裡有你最喜歡的這個 三角龍 三角龍是在北美 我喜歡這隻 這隻有應用的 為什麼你喜歡這個 這叫什麼龍 應頭 這個叫做 甲龍 甲的龍哦 因為它身上有穿盔甲 盔甲 盔甲 這個是 很像一個戰士一樣 這是後頭龍哦 哦 它叫 它叫富杰龍 富杰龍 對 厚頭龍 對對厚頭龍 你怎麼知道 哇 它這裡有寫 厚頭龍 因為它的頭很厚 很厚 哇 不過你都認得呢 啊 嗯 你去哪裡看的 你怎麼都認得 嗯 嗯 真厚 三角龍 這是厚鼻龍 它的鼻子很厚 它不是三角龍哦 魏文是一個厚鼻 鼻子在後面 哈哈哈哈 不是厚鼻子哦 哇 哇 好多哦 這是南美洲的龍 南美 對啊 南美洲的龍 每一個地方都長得很厚 你都認識它哦 它有說 哈囉 你有在樓下吃過飯 還是有去佳樂福嗎 哈哈哈哈 這是假龍哦 對啊 這是假龍 這是不一樣 這是盾龍 盾龍 它的背部很像盾牌一樣 在大洋洲 這本書好不好看 哇 眼頭呢 超好看 來 你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本書是什麼 給我看一下背面這個 這本書叫做 Otolo 的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叫做 Otolo認識的朋友 哈哈 這本書叫做 世界恐龍發現地圖哦 哦 在親子天下買得到 OK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你訂閱和分享 請你訂閱和分享哦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哦 拜拜 拜拜